例如說今天這些貨 我不知道貴公司有沒有承擔一些refer cargo 今天到了台灣refer cargo 忘記插電了 冷凍櫃 大家不要笑 不要以為這件事不會發生 這種事情天天都在發生 隔壁不是好事多嗎 最近處理他三個案件 本來人家設定是證實度 然後我們的客戶 他們那個warehouse 不知道為什麼去調到溫度病的負實度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都動壞了 那動壞了裡頭又是 20萬美金的一個損失 但是 現在的問題是說 所謂的處理不用今天這些東西 壞了臭了爛了 假如說今天裡頭是打美樂的披薩 因為沒有去插電然後整個臭掉 那臭掉以後那怎麼辦 那誰要去把這些臭的東西產出來 那你一定要去找那環保公司啊這些的 去做一些清除 這些消毒 甚至要去丟棄 那這個處理費用也就包含在外購 然後另外一個是屬於 貨物送錯地方的一個費用 這種事情其實 在Fur4的人來講也常常發生 今天我們撿錯貨 今天本來應該要到墨爾本的貨 我把它送到紐約去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要把它丟換 就是今天這兩批貨一個要到墨爾本 一個到紐約 後來呢因為送錯 那不是要把送到紐約的貨 再送到墨爾本去 那這個送錯貨的費用 以及未提取貨物 未提取貨物其實在 我們一般的貨櫃場 常常會發現啊 有的時候甚至 就是今天一個貨到的一個地方 一個尤其是貨櫃 一個貨櫃在當地很久 都愛留在那邊 可能已經半年一年 都沒有人去提名 那這個時候傳聞是告訴你說 你怎麼沒有來提名貨物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為這個貨 要去做一些處理 所以這個未提取的費用 就是包含在這裡 然後以及完成運輸的費用 要完成這個運輸 比如說我曾經大家都在想 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有完成運輸的費用 那我曾經處理過就是 我們國外的agent 破產了 跑路了 然後造成這個貨 到了當地 沒有人能夠去做 運送報關 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要去找另外一個agent 去完成運輸 那完成運輸的費用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這些案例 因為剛剛講的東西是比較 理論性的 大家可能聽一聽快睡著 那現在比較多的案例 比較有趣 第一個案例 是A物流公司 收到一個香港B物流公司的要求 要求由A物流公司 出去B所提供的提單 將一筆機器 從上海經香港到目的地的杜瓣 不料貨到了香港 B物流公司 就把這貨提走了 提走之後呢 人間蒸發 人間蒸發 然後鎖賠金額 上海貨主鎖賠 貨價 美金15萬 15萬 那這個案子 大家會覺得 怎麼有這麼瞎的事情 我今天講的所有案例 都是我自己處理的案子 而且這個案子我剛剛賠出去 所以記憶有形 賠得很痛 但是呢 我們其實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代表這個A物流公司 我們去找了B物流公司 我們通過當地的香港的真信公司 去找了B公司 發現B公司根本就是一個paper company 它就是一個空投公司 一個名字而已 然後事情發生以後 這家公司就真的就不見了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詐騙 詐騙 我不知道詐騙這票貨 把這票貨 然後暈出去 那從中間隔離 那我的客戶呢 就這樣子平白無故 因為認識了新的partner 損失了15萬 所以大家結交新朋友的時候 要特別的注意 結交新朋友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些agent也好 特別是大家知道 不管是在香港也好 不管其實全世界哪裡都有騙子 真的都還是要小心 最好還是要有一個真信的過程 避免有這樣子詐騙的一個狀況 不然的話你遇人不屬 遇到這樣子 像這個B物流公司 它就跑掉了 跑掉之後 這15萬美金到最後誰付 當然就是T.T.Flower賣單 這15萬美金的 這個我們最近才付出去 我們下一個 那第二個案例是屬於Switch Bill 我相信在座的同仁 應該對Switch Bill應該很熟悉 因為這我們在中廣台啊 3D啊 做非常的多 衣物流公司跟台商地月 將大陸工產生產的貨物 運送到美國的卡塞尼那裡 然後從大陸出口以後 先發一套證本 台商要求換單 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的重點在這個但是喔 但是它沒有提供第一套的證本喔 好 大家請問一下 我如果換單的話 第一套證本我要拿回幾套回來 第一套證本呢 我們是通常發三份證本出去 請問一下要收幾份證本回來 1 1份 2 2份 3 3份 答案是3份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只收回1份 在這邊講話都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有法律專家Kelly在這裡 所以Kelly如果我講的不正確地方 隨時歡迎執政 那我們其實在法律上規定 今天你在目的地以外的地方 你都必須要收回3份的證本T單 另外 因為你換單的話 你今天如果 請坐 如果我們今天只收回1份的證本的時候 另外還有2份流落在外 這些流落在外的提單 很有可能就會用其他 會用背書轉放的方式給其他的賽義第三人 那所以說呢 在這種情下會同樣一筆貨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單子 這個時候你出現了不同的單子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是誰有權領獲啊 如果你的第一份證本提單也流落在外 你的第二份證本提單也流落在外 請問一下 或主要拿哪一份提單領獲 或說今天提單持有人 今天我是一個善意的持有人 我叫Jim 我就拿著你第一份單來領獲 能不能領 可以啊 可以領啊 因為這是一個有價證券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在換單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要求客戶把3份證本 都拿回來 拿回來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Jim 然後我客戶就說 就丟掉了啊 不見了啊 那怎麼辦呢 那不見了 那就按照我們今天 提單不見的時候的處理方式啊 客戶要押官啊 有錢切結啊 這些都要啊 不能夠只是用他公司的一個保證信項 那個是沒有用的 那保證信項只是一張紙而已 重點是他要押票 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 至少有一個可以取消的一個東西啊 結果呢 大陸的寄本沒有收到過寬 書請賠償10萬塊美金 那我們的處理是 醫務流公司沒有收回正分 這是屬於重大過失 而且這個重大過失哦 重大過失大家看一下 是保單上面的除外不保事項 今天如果說是由於你知情 然後你這樣子做 然後這個重大是屬於你的重大過失 是屬於處外不保事項 要自行承擔的貨價孫時 而且還沒有海商法的責任限制的適用 海商法如果說你carrier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時候 是不能夠主張責任限制的 不能夠主張責任限制 所以呢 在這種情形下呢 就必須要按照回歸這個貨價 貨價10萬塊 你就要拿出10萬塊錢 非常不幸 下一頁 那第三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 更有趣的 這個案例呢 是一個武裝搶劫的案子 這個案例 基物流公司幫Mango Computer 運送2000台平板電腦 從上海到義大利 在內陸運送時遭到武裝搶劫 貨價是8萬塊美金 其實8萬塊美金是那個時候的物價比較便宜 這個案子好幾年 大概五六年前 那那個時候 一個 兩間台平板 平板 8萬塊錢 其實現在的話 可能不只這個價格 那真點是說 後來我們就去跟這個保險公司 我們代表我們的客戶 去跟Mango Computer的保險公司談判 那這個時候我們提出了法院的一個判決說 武裝搶劫是屬於不可抗令 武裝搶劫是屬於不可抗令 就是說今天人家拿了槍 抵著你說 把你的卡車就交出來 把你的貨交出來 這個時候你能夠怎麼樣 除了跟他講事 大爺交給你吧 把鑰匙交給他自己趕快拋掉 之外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屬於不可抗令 不是我今天 Caringer能夠預見 說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 機物流公司免責 機物流公司免責 所以在那個案件裡頭 雖然這個損失的貨價是8萬塊錢 但是提提就這個案件裡頭 並沒有做任何的賠償 因為我們有找到法院的判決 做一個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比較特別的 那大家都會覺得 武裝搶劫 因為其實現在的話 在海上有海盜 在路上的話 會有強盜 所以呢 其實風險都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各個可能的一個風險 請問這個武裝搶劫的定義 是武裝設什麼樣的定義 用武器啊 刀呢 鐵算呢 鐵算啊 是不是涉及到人身安全 對 涉及人身安全啊 涉及人身安全 只要是用武器來做搶劫的 就叫做武裝搶劫 所以當在運送 譬如不管是司機 或者砍了駕駛 他只要認為他的生命受到威脅 他就可以不做任何的抵抗 對啊 因為其實你期待他去做任何抵抗 恐怕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要空口去 空手要去化解白刃 恐怕也有可能 但是你一定要證明 那證明就是至少你要報警 你要有相關的紀錄 可以證明說他已經被搶劫了 對 對對對 恐怕說司機說是被搶劫 然後後不見 搞不好司機是跟別人內層通外 對 所以你一定要有相關的紀錄 可以證明是 照到武裝搶劫 對 那我們像剛剛的案例的話 就是在第一時間天 客戶這邊有去做報警 然後警方也寫了非常詳盡的一個報案紀錄 把整個的一個描述 甚至後來我們經過追查 也有去找做相關 好像警察也有抓到相關人 但是呢 當然或就是已經在黑市 已經囂張囂張了 所以你要去找這些 囂張到黑市的東西 恐怕就有相關難度 但是最好是不要發聲啦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們現在運的這些東西都 價格這麼高 其實相當的可怕 那第四個案例 抱歉 如果說武裝 這是武裝搶劫 如果不是被武裝搶劫 而是被偷竊的話 被偷竊的話就很難 偷竊你不能夠主張說 這是不可抗議 今天偷跟搶是不一樣的 搶是用暴力的手段 來做一個掠奪的行為 那今天偷的話 今天可能 我比如說 我的卡車放在這邊 天氣很熱 我去小溪買個飲料 然後整個卡車就被人家開走 那像這樣子行一下的話 你就不是武裝搶劫了 好 那像這種形象 可以進行 如果當時只有一個人 就是被搶的那個 只有一個人 他又沒有人證 也沒有物證 這怎麼要判斷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必須要有其他客觀的事實 比如說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的行車路線 然後以及說你當時 你是在車上 如果說你今天你不在車上的話 那就有相當的一個邪靡 而且我們公司的通常都會希望說 在內陸運送的時候 最好是有兩個司機在那邊 這樣子的話 比較有 萬一有什麼事故發生的話 第一個有人證 第二個 我們有行車記錄器 然後能夠知道說 今天這個車子是怎麼樣 是在行事的一個路線 然後第三個 如果甚至在歐路 我知道我們有一些 的一些綁牆裝置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以直接通 就是按一下警報器 通知警察 那所以我們配合的卡車公司 基本上他 車輛一定要有這樣的設備 我們會建議這樣子 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甚至說今天像有一些卡車司機 他們有的時候 今天我講說 差不多晚上的時候去提貨 提了貨之後 就會Overnight 就把車子就停在他家旁邊 附近的一個空地上面 把這個貨就放在那邊 這樣子是非常完全的 非常完全的 因為其實你用我們現在提的貨 都屬於高單價的貨品 那這些貨其實基本上都 不適宜做Overnight 最好都是說今天提出去 就馬上運送到客人的園區 因為你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你什麼時候提貨 你什麼時候交貨 我這些其實都checking的到嗎 對不對 就像大家常常使用的黑貓一樣 全部的貨的 點到點他的一個運送的方式 你是不是可以 已經進到一個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力了 你是不是進到Due Diligence 但是換言之 如果今天我這個狀況 不是我在路上遇到那個 如果今天我就提了貨 就放在我家旁邊空地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 誒卡車不見了 那這樣請一下的話 我去跟警察講說我被搶 你說這個請一下會不會成立 那其實警察當然會去做一些 主客觀的一些調查 比如說你今天什麼時候提貨 然後提貨點 然後你這個行車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經驗 這些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是要一個就是證據 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收證 所以如果各位遇到 類似的一個狀況 今天我們的貨 在內陸運送的時候 突然失去了追蹤的系統 或說今天不知道貨到哪裡去 這時候就馬上通知我們 甚至懷疑他不見 就馬上通知我們 看看他到底是到什麼地方 會不會說 因為以前在台灣早期的時候 貨櫃有所謂的AB櫃 我今天用 我用自己在外觀 弄一個假的櫃子 一個B櫃 跟A櫃做一個對調 我知道A櫃有的東西 是屬於這些高科技的產品 所以我就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用B櫃進去 進櫃場 那像這樣子做一個調報 所以 這中間會有一些的 這些 其實是一個證據的問題 證據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對 比如你剛剛講說 最好是在車上 因為我知道像有一些 現在車子的防盪系統 當 當你司機在車上的時候 你收到外力的警察 他會有按個一按 比如他就已經發送 系統出去做 我這個車是處於緊急狀況 這個待遇 搜證上代表說 我已經遭受到 武力搶劫 我遭受到威脅了 但是我剛剛又想到一種 萬一今天這個司機 他是去上廁所 他下了車 但還沒上車之前 他在路上 就是比如說回到車上路上 被人家武裝 嗯 說我知道你是這部車司機 你現在還沒上車之前 你把鑰匙 把後面給我打開來 嗯 他沒有辦法及時 在那個時候 他說去按照 這個警方 警方通知 是 但是他 因為他已經在 他在地面上 是 那他就被招假辭 所以要把這個 車子給我打開來 那這個 如何判定他是屬於 被武裝搶劫 還是不會 這個其實是調查的程序 那如果說 我今天我要是警察 對 那我就 我是CSI 我要去做現場調查 那我就要去找 有沒有eye witness 有沒有目擊證人 看 目擊證人 因為您說是在 路上嗎 那路上的話應該 除非是很 那種偏僻的地方 除非是那種像 我們新疆沙漠 那種地方 沒有路人的 不然的話 在正常 假如說歐路 來講 應該都會 有旁邊的人 可以做一個證明吧 這是我們的 猜測啦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舉證的問題 舉證的問題 那當然 我們其實所有的案件 都是 你證明 你能夠舉證的越完整 那就是對我們自己 越有利 我能夠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做更完整的調查 這對我們自己 來講是最好的 那最怕的就是 事情發生很久 沒有人知道 然後卡車司機也不說 然後等到某一天突然有人來告 你的時候 你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 就只能乖乖地賠錢了 那這是最糟糕的情形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其實是 站在一個風險房主的一個 角度想 我怎麼樣在事情發生 開始防範於未然 這是最好 如果真的發生 那我要怎麼樣子 讓它損害變成降低 變最小 那我們現在要講到的案例是 是屬於貨物申報故事 其實這個現在也很多的狀況 H公司跟愛物流公司 訂倉的時候 聲明 40尺貨櫃中製裝 300 piece的家具用品 然後運送途中發現化學品滲漏 這化學品滲漏 大家看到就非常的害怕 會從海關開櫃換櫃 發現裡頭 貨物是桶裝的化學品 桶裝的化學品 這個時候呢 海關以申報故事 處罰愛物流公司5萬歐元 因為他罰不到 他不知道貨主是誰啊 大家會說 為什麼海關不罰貨主 因為他不知道貨主是誰 而且呢 他今天是 他就直接抓了這個 運送的這個愛物流公司 他說 你就罰他5萬歐元 那這個愛物流公司呢 當然不會乖乖的 付了這個錢以後 他當然要想辦法去跟這個 H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 這個H公司在訴訟中 倒閉了關門 那最後 當然這個 這個費用還是由保險公司 提提這邊來吸收 所以到最後就是 還好有保險 還好有保險 但保險它其實是最後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保險它保的是一個主要 是一個大額的一個風險 我們能夠做這樣子 今天如果說客人這邊 假如說裝載不良 那我們還是要告訴客人 你因為裝載不良 所以你必須要付哪些哪些哪些 要換櫃的費用啊 或者是說今天 甚至因為你裝載不良 造成這個櫃子 需要做清洗啊 洗傷的費用啊 這些都還是要跟客人做一個搜尋 請問一下 這個是因為 H公司倒閉了 嗯 那如果說H公司沒有倒閉 還在訴訟當中 那我們可不可以直接跟保險公司說 有保險公司去跟H公司打罰子 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是在TT的狀態下 我們都是賠付給客戶之後 假如我賠給Dimerco之後 我用Dimerco的名義去告這個H公司 所以說你們其實在財務上 你們的損失五萬塊錢 假如說五萬歐元的話 我已經會把這五萬歐元賠給你們 賠了以後呢 我們再用貴公司的名義 跟客人這邊訴訟 所以呢 貴公司這邊 並沒有財務上面的一個負擔 但是重點是 這個H公司它要活著 而且要有錢 我們最怕其實打官司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你的被告沒錢 你就算去告他 其實在台灣有很多的 我們接很多的貨主 很多貨主是屬於 假如說大陸的貨主啊 或者是大陸的國有企業 或者是其他的貨主 你去告他 因為他裡頭的東西裝的 他可能是裝載不良啊 或者是miss decoration啊 跟你說是家具裡頭 跑出來是什麼化學品啊 什麼桶裝瓦斯之類的 什麼可怕的東西 那你要去告他的時候 發現這家公司 就關起門來 不見了 這才是最痛苦的 你要去找的那個被告 他沒有錢 這其實 才是我們追場上最大的困難 你找到一個沒有錢的人 你就算拿到一個勝訴的判決 這個勝訴的判決 能夠做什麼 可以放在履歷表說 我們打官司 贏了多少次 那沒有意義啊 所以說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一個 權力的保障 這很重要 所以當我們 TT做法是 當我遇到一個新的案件 我鎖定了這個 Live World Party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去調查 他到底有沒有資產 那我要針對他 做什麼樣子的一個 保全的行動 免得等到你 所有案件處理到最後 到最後這個公司已經脫產 你記不記得 我曾經有一個土耳其的案子 為了這個案子 我到目前為止 不願意去土耳其 因為 我花了很多的錢 然後一個無提單放過的案子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然後呢 到最後去 去找了這家公司 然後花了很多的訴訟費 最後這家公司 倒閉 人間蒸發 然後覺得簡直是 到最後這個錢還是一樣 有保險公司買單 對不起 請說 這個案件是因為 H公司倒閉了 所以 但是它的前因是因為 它申報不實 所以 保險公司可以做這部分的理賠 那如果說 它的貨物是完全是正常的 但是 我們幫它運送之後 中間有產生一些費用 可是後來這家公司也倒了 那這部分是涵蓋在這部分裡面嗎 如果是今天 像是 你客戶的 Operation Zone 其實比較像是 Operational Wals 今天 如果你客人 我們把這事實換一下 就是 它升高的就是化學品 然後 後來化學品也露出來 然後 現在的情形是 它露出來它倒了 然後 以至於說 這些的換櫃啊 其他的費用啊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地方 得到補償 您的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能不能用這個保險來做 嗯 對不對 但是 大家 要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我們買的這個保險 是包 我們打門口對於別人的責任 打門口對於別人的責任 但是這個其實是 是 客戶 客戶的責任 對不對 嗯 所以說今天其實在正常來講 是不會啟動 像您剛剛講的事情 應該不會啟動到這個包攤 正常的情形是不會啟動 就是今天我們常常遇到這種客戶 他自己的貨有問題 或是說產生沒有 呃 他是CY to CY的貨 他沒有做固定好 然後造成這裡頭的東西亂晃 然後撞壞了櫃子 然後這個時候櫃子 然後你要去修櫃 傳公司一定跟你說 那你給我修櫃費用 那這個 這個公司他 他沒有給 那這個時候你問我說 這個修櫃費用可不可以 有提議買單 不行啊 這是客人的錢 這是客人要去付的錢 嗯 這是客人要付的錢 嗯 因為我們今天這張 我們所謂的這個責任 顯示保護我 Dimerco對於別人的責任 對於 我對於別人的責任 就是我有 在法律上我Dimerco有責任 我對於別人的責任 但是在您剛剛講的案例也好 或是說我們說 今天這東西露出來 化學品露出來 其實都是因為客人 客人應該就是客人的裝在不死 或是說客人他沒有做好固定 沒有做好packing 所以在我們operation上面 應該是跟客人去搜尋 這些相關的一個費用 對不對 來 後面這邊 對 那我想請問 因為剛剛那個Charles有問說 是 像如果發生這個事情的話 是TT會先去付錢給 那個 就是先幫 幫IW有公司付錢 然後 對 然後反正就 代表Dimerco 假如說今天是Dimerco 代表Dimerco去打 對 那像TT付錢給Dimerco 這個process是要多久 噢 這個問題問好 這個我們後面會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今天T1點付款 是怎麼樣的一個流程 您已經問到了後面 這樣的話我很快就會 就會有ending 所以等一下 接下來就會看到您要問的問題 對 來 請 那我等一下容後 來 來 Candy請